原住民大专青年透过团康游戏来认识彼此 高雄市府25号举办原样青年返乡体验公读在职计划 吸引来自高雄市区纳马夏 桃园 茂林原民大专青年参与 课程提供履历撰写 面试技巧 以及如何保障自身劳工权益 避免掉路打工陷阱 刚开始有比较难一点 对 就是不知道怎么撰写履历跟面试的技巧 所以就希望能够来这边参与 然后参加 然后增进自己的一个能力这样 提升自己的能力嘛 过来学习 外面原乡很需要人才 学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也可以带回原乡然后分享给主人 高雄市原民会强调公读在职计划 除了提升青年求职几率 也加入社区参与 政治参与等课程 激发青年参与公共事务与协助部落产业的推展意愿 今天的一整天的公读计划 好像有教大家一些什么协旅历啊 还有什么希望给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 未来能够协助你们 在可能在就业上或是为自己在找工作上 都能够有一些些更明显的一些方向 大专的原住民青年能够加入我们政治参与的活动 或者是社区参与的活动 所以我们有一个志工的一个培训班 我们企图想要连结我们原住民的大专学生 来跟我们共同来推动有关于我们原住民的 不管是教育文化也好 或是社会福利也好的一些活动的参与 高雄市原民会希望通过活动 不只提升原住民族人的竞争力 更能促使青年毕业后愿意返乡就业或创业 让原乡增添更多年轻活力 原市新闻南部高雄市采访报导